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这个单元是靠北长官重点快报 是针对靠北长官的内容 截取几则留言 来做我个人的意见表达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则留言 某营区周边停车的议题 被一个小议员在那边无理取闹一下 搞得现在还要派交管出去站点 我记得营区停车的问题 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 因为许多营区 皆规划了适当的停车空间 其实不管是汽车或者是机车 停在营区外面真的很不安全 我曾经就有一个同学 在排长奖席班的时候 一台六十几万的新车 就这样被窃了 所以当我有能力解决的时候 也是建议人事科 在营区内开放更多的停车位 让官兵停放 那湖口这个营区不算小 重新规划停车位 应该不是件难事才对 要规划个机车停车场 那就更不是问题了 是吧旅长 我觉得营区指挥官 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照顾官兵不利用这个地方体现 你要表现在哪里 如果连这么基本的事 你都做不到的话 你比我还是小官的时候还不如 另外北侧曾经表示 目前因下基地禁训单位多的问题 多到营区内都停不下去 多多多少 一个营 你以为司令部在排流入的都是笨蛋吗 他会挤原本正常禁训量超过两个营 禁基地吗 与其借口那么多 还不如赶快去做新增停车规划 让官兵可以安心服役 专心进训 第二则留言 我要靠北七星坛某士官长 这篇留言写得蛮多点的 感觉上应该也是有计划性的在收集资料 其实看到这篇留言 我并没有什么惊讶的 虽然说很多士官干部 都很认真的在自己的工作上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 少部分的资深士官及士官长 真的就是部队的毒瘤 我的责任就是来铲除你们的 那他在里面所提到的 篡改体测成绩 调任啊 搞小群组啊 弄别人啊 乱惩处啊 这些在我们不孝干部的带领下 都一直在发生啦 只要这些不孝的 资深士官干部在的一天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 刘优太烈讲那么久了 有人做到吗 因为同情 因为相怨 因为你最多只当主官三年 所以忍耐 我当职业军人18年 只看过一个很烂的人被逼退 我这18年少说也看过50个 极差的资深人员 你们看一下这个比例 国军基层能不乱吗 能不黑暗吗 你们看看这么多篇在反映 你说一两个人反映不重视就算了 一堆人反映了还不去处理一下 还不去关心一下吗 第三则留言 请问哪个长官要出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能自购透气战斗衫 首先我真的要感谢国防部后赤士 考量官兵救灾方便性 而设计了这个服装 我很少感谢国防部的哦 不过这个服装我真的很满意 基层对于这个战斗衫 也是非常认同的 但是我对于管理做法 我就相当不认同了 实际执行兵力预制与救灾任务前发放给官兵 任务结束后完成洗涤清洁缴回补给分库 任务前发给官兵发几件 两件不够至少要三件 说你高师单位没有救灾过吗 不知道基层的问题吗 如果是地震的话就还好 两件可能应该是够了 如果是台风那就不够了 台风过后几天通常夹带大量的水汽 下雨或是阴天的几率相当高 你又不让人家自够 我只能说两件真的不够 另外任务结束后完成洗涤清洁缴回 洗涤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要清洁到什么地步 清洁的程度是补给分库的人检查吗 那么多人去救灾他有办法检查那么多 我跟你们说慢慢的就不检查了 慢慢的就大家都随便洗了 慢慢的衣服就烂掉了 我猜会这样啦信不信 这样下去以后谁敢穿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过教育招集 让招援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就是那双胶鞋 有没有人洗也不知道 洗的干不干净也无从得知 所以我建议透气战斗衫能够列为个人装备 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 第四则留言 航空技术学院一个座谈会 然后干部说 今日两腰两洞惯洗 两腰三洞挂好蚊帐 两两洞洞床上躺平 全部快有一百个女生 这个虽然我常常说要按照规定 但是也要看一下状况吧 有行程耽误了 是不是要变通一下 稍微延长一下就请时间 我当队长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做啊 要变通 要变通 我觉得这个赖留言的干部应该是区队长吧 中队长应该会考量一下 不至于下达这种命令吧 有人认识这个干部可以在下方留言吗 我真的很好奇 他是区队长还是中队长 第五则留言 这是我下部队来第一次下基地 这一篇写得很好耶 是一篇感谢文 很少在靠北长官看到感谢文 因为我是步兵嘛 所以我的基地也是在南策中心 看到这个留言 也是很有感触的 讲到教官的部分 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当初教导我的 靖教官 他的姓氏很特别 应该很多人都记得他吧 他的教学也是非常认真 我很珍惜那段时间 谢谢南策的各位教官 那我要勉励这个留言的人 其实军中各项事物 大部分都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经验的累积而已 士官长为什么对基地那么熟悉 他都不知道去基地几次了 能够不熟悉吗 我相信你有一天 你一定可以独当一面 加油 第六则留言 某单位煮得难吃就算了 里面有蟑螂 还是卤过的 注意一下环境卫生好吗 看到这个留言 我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 在入军的时候 有一天我去查哨 到某个单位 我想说看一下火房 有没有上锁好了 我就请一个安全士官 陪同我去检查 一到餐厅发现火房没有关 我就想既然没有关 进去看一下火房 有没有整理干净好了 结果安关一开灯 全部的老鼠四处逃窜 大概有十几只 然后安关打开烤箱 大概有50只蟑螂跑出来 我傻眼 原来这就是我们的火房吗 所以火房卫生的部分 还是要请实情兵好好做清洁 毕竟是要烹饪食物的地方嘛 还是要注意卫生的 第七则留言 某单位的老三 没有学历升官的事 国军的晋升还是有严格的人事作业规定 以我从事相关人事作业大概12年的时间 我是建议大家都要以军中的学历为优先 民间的学历为辅 没有博士也没有战院要升上校 这应该不可能吧 有的话也是一些超级微量的特殊专业专长的职缺 不过这些职缺只有高师单位才会开放 真的觉得怪怪的 不管怎样先把军中学历拿到就对了 第八则留言 1985真的有用吗 家属打了电话 结果呢 苦了我们 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的起因事由是什么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判断这则留言 如果想知道申诉到底有没有用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 连结放在上面 第九则留言 七星潭真的太可怕了 不照你的意思就等于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硬要闯 还有人敢反应吗 其实会反应的人无非也是为了单位好 我以前就是这种出头鸟的人 当然我也遭受到相当大的打压 但是我依然不改我的风格 关于这部分之后我的影片中会慢慢呈现 如果你这个长官都是按规定 求正常 你怕人家反应吗 你会怕人家上靠北长官吗 有问题有什么关系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而已啊 只要是为了部队好 有反应才是件好事 第十则留言 麻烦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最大的那位 可以拜托你让士官轮掉吗 这个也是我极力想要推动的 士官就是要轮掉 听我的准没错 一个士官在一个单位待久了 真的会有问题 怎么都没有人说军官是土皇帝 士官才是重点啊 像范卓县就13年啊 我们能不去重视这个问题吗 部队合理管教的第一步 就是实施士官轮調 以上是8月27日的靠北长官 重点快报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